妈咪 我好想你 用不同的形式与妈妈再次相会 姐姐 妈妈回来了 这部结合科普及生命教育的科学少女电影 开启了观赏者对AI机器人的进化与功能无限想象 她是我们最新研发的翻用型人形机器人爱不落 这民国中把科普教室搬到电影院 全校师生在基隆秀探影城包场看电影 老师结合科普 AI 性评 生命等教育议题 为学生设计学习单 让这一场兼具理性与感性的工艺演出更有教育意义 我们把教室搬到电影院 然后看电影来学科普 用不同的方式做科普 AI 性评 还有生命 这四个面向的学习 这部电影结合了性评 科普 还有生命教育的议题 对于国中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观影经验 刚刚欣赏完同学们都很有收获 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男女只要认真 不分性别 只要认真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 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让我看到AI的力量 然后希望未来也可以像电影呈现这样 我看完这部影片让我思考了AI对于人类的优缺点 那我也希望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发展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珍惜周遭的人事物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离我们而去 那如果他们突然过世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地活下去 因为他们一定不会希望我们很伤心 校方相当感谢制片单位 华影国际在基隆的首场工艺场次 提供给正兵国中全秀师生 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其他弱势孩子能在基隆在地企业的赞助下 也有机会观赏科学少女的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